放眼望去不管是高楼建築上还是南部余温 上面盖上一片又一片太阳能板 全球大力推动绿能发电 但难道这跟台湾四年没有台风登陆也有关系吗 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团队 2016年10月发表投稿在科学报告的研究内容中 表示太阳能发电站可能引发热倒效应 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察 附近温度比平均高了三到四度 再加上网络上流传文章有网友po文 大量太阳光电板加剧热倒效应后 影响热对流再加上火力发电 导致台湾上空温度过高 台风根本进不来 整个台风的大小 甚至于说引导台风移动的这个高压系统的这个大小 相对于这种太阳能板非常零星的一些 一点点的这种面积的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基本上不太可能 直接打脸网络文章 专家也解释 入射的太阳辐射八成五被吸收 剩下15%虽然被反射 但属于短坡 也就是大部分都可以穿越大气层 离开地球 而且尽管今年大力畅行绿色能源 太阳能板地面型暗场 总面积有一万两千零二公顷 但却只占了台湾国土的百分之零点三 专家大篇幅说明来龙去脉 四月底经济部也特地发出声明 执政太阳能发电不会提高环境温度 当然不可能影响热对流 台湾先前未降雨 台风多年未清台 跟光射太阳能板打不上边 追溯到源头 还是跟大气环境有关 华尔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